大家好 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我是善雅 請聽大紀元記者寧海中諾亞採訪報導 中南海更怕民變還是政變 中共黨魁習近平日前要求政法系統保其政權安全 並加強維穩 同時提及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和風橋經驗 另一方面 中共新組建的中央社會工作部陸續建立省級部門 分析認為 中共面臨的民變風險前所未有 正在做兩手應對 但只是拖延時日 也有觀點指出 習最大危機在黨內 民變 兵變 政變均一觸即發 中共中央政法工作會議13日到14日在北京召開 習近平做指示提到 今年是中共建政75週年 要求政法戰線 堅持黨的絕對領導 維護國家安全 社會穩定 習重提中共60年代搞的風橋經驗 要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等 中共政法委書記陳文青在該會議上極力表忠習近平 稱要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絕對領導 中共公安部長王小洪則在14日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 強調政治安全和社會維穩 前北京律師 民鎮加拿大主席賴建平1月16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官方釋放三個信號 第一是由於中共倒行逆施造成了民怨沸騰 整個中國就像將要爆發的火山 到了令中共坐臥不安的程度 第二就是在這種形勢面前 中共要加強一黨專政和一人專政 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獨裁專制 第三 它要加強維穩的工作機制 深入到社會的最基層 所謂封橋經驗 就是讓地方的酷吏 打手 把每一個人控制得嚴嚴實實 它解釋說 其說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是要原來窮凶極惡的酷吏 表面上有所收斂 不能那麼赤裸裸 避免激起大規模民變 但是總體上是要加強控制和鎮壓 歲末年初 中國民變湧動 去年底河南商丘市寧寧縣 一名14歲中學生在校內暴斃 遺體有被人毆打襲擊的痕跡 當局卻聲稱他死於自殺 民眾質疑當局採取維穩手段意圖平息事件 觸發大型示威 今年初 貴州省安隆縣強賣目的 不許當地苗民自行安葬 政府派數百特警 公務員 強行闖入苗寨 搶老人骨灰 遭苗民反擊 撒警車 公務車 並將來人生禽 與美政論家陳破空1月16日對大紀元表示 這種民間事件會越來越多 習近平執政以來 把中國變成一個高壓鍋 經濟在潰白 外資在撤離 人民在失業和躺平 很多人處在憤怒和絕望之中 不時可見有人開車亂撞 揮刀亂砍 警民衝突也越來越多 很多事情被掩蓋了 其實有愈演愈烈之事 根據高壓鍋的原理 越壓越緊 遲早可能要爆發 而且任何人都無法預見到爆發點在哪裡 這就是王小紅或者中共非常緊張的原因 旅美學者吳祚來1月15日對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講什麼人民內部矛盾 風橋經驗 就是回到當年的階級鬥爭思維上去 認為只要不是階級敵人 就不要故意激發抗爭或造反 但一旦觸及紅線 就要強力鎮壓 他說每個朝代末期的時候 當出現人民抗爭 當權者的軍隊不夠用了 最後就會被顛覆 以到處鎮壓 最後部隊的一些人的家屬被鎮壓了 當兵的就在裡面開始造反了 賴建平則說 民變能否導致變天還難說 必須有站在相當高的高度上的政治勢力 有綱領 有方針 有比較強大的動員和號召力 才能達到變天 不然的話 即使到處是民變 最後還是被鎮壓下去 他形容一個中共沒有辦法收拾的情況 就是百萬千萬人上街遊行示威 軍隊不敢出來鎮壓 到那個程度 他才會產生變天的效果 陳破空表示 中共官方說的所謂國家安全就是政權安全 政權安全就是習近平個人的安全 因為現在中南海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 再加上習的親信不斷地爆出裡通外國 棄案投名這些事 習現在很緊張 他認為對中國可能發生民變 中共高層很緊張 所以搞出各種敏感日 比如中共建政日 中共教國慶 實際上是國殤日 還有六四等 以後可能還包括前總理李克強的忌日 而中共隨時要倒台的狀態 首先是透過中共官員自己發出來的信息確認的 比如領導人講話都是講政治安全 就說明他們自己認為民變也好 兵變也好 政變也好 都可能一觸即發 在陳破空看來 2024年可能發生民變 類似於白紙革命 發生兵變就是因為習不斷處置將領引起 政變就是因為內鬥 習家軍內部各派可能鬥起來 殺起來 習近平的一句話有可能應驗 他曾引用《胡龍夢》裡說的 先從自家裡面殺起 另外習還說過 有的人身在曹營 心在汗 都顯示內部的危機 陳破空認為 2024年中國最大的黑天鵝 極不可能發生實際上卻發生的事件 還是在中共黨內 黨內手上有些權力的人 不管是抓刀棒子 槍桿子 筆桿子這些人 才有可能搞起很大的動靜來 民間當然會持續不斷的抗爭 但是最可能出事還是中共內部 從習近平二十大開完之後 到2023年中共的全年就可以看出來 最嚴重的問題都發生在中共內部 除了中共的政法系統 2023年中共新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 也是與中共維穩機制相關的部門 其工作內容包括 同管信訪 基層黨建 包括所謂混合所有制企業 非公有制企業和新經濟組織 新社會組織 新就業群體的黨建等 目前 中央社會工作部部長為吳漢盛 領導層包括副部長 國家信訪局局長李文章 副部長趙士堂 劉整 中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社會工作部紀檢監察組組長劉招等 據多家官媒報導 今年1月8日 吳志強已任內蒙古黨委社會工作部部長 他是首個公開亮相的省級黨委社會工作部部長 之後 北京 江蘇 四川等省級黨委社會工作部引導成員先後公開亮相 賴建平表示 中共社會工作部可以說是維穩方面的兩手或者說多手操作 一方面是用刀把子直接來鎮壓 包括公檢法和武警軍隊等暴力機器 另一方面是要從精神上控制人民 操縱人心 所謂社會工作部 就是用相對軟性的辦法對民間控制 它就像打一個集權的補丁 這些人深入到民間 瞭解每一個人每一天的活動 一旦發現有任何的苗頭 有產生民變或者是導致威脅到共產黨 他們會採取一些軟性的做法 不是赤裸裸地抓人打人 比如說恐嚇 你家裡人就業升級體幹 甚至涉及退休工資 讓親戚朋友做思想動員工作 讓你因為顧慮家人親友 不敢亂說亂動 他認為 這就像為強硬的維穩機制打了一個補丁 但是只是拖延時日 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對中共擺脫政權危機不會有實質性的作用 陳暴空對於中共的社會工作部的實質功能有另一看法 他認為 社會工作部是特務機構之一 雖然掛著管理信訪 針對社會控制的名義 實際上最後可能像毛澤東時代的大特務康生主管的社會調查部一樣 成為黨內鬥爭的工具 現在主管中央社會工作部的蔡奇 就是當代的康生 習近平以為這些特務機構的建立能給他帶來安全感 這些特務機構有可能最後倒戈一擊 或者說成為一把雙刃劍 倒過來指向被保護的對象 感謝您的收聽